我會找一個東西 我是我的心境假想的 嗨嗨 今天好黃喔 這麼猛 早安 真是從來沒有試過頭 因為我現在在想公演可以換什麼造型 鼓光燈低著頭不開心 鼓光燈他其實蠻高的 他其實挺抬頭的喔 嗨嗨 為什麼突然是用本名 因為你家安安會叫你護哨意 是吧 這個頭髮其實沒有 這個頭髮其實沒有綁很久欸 我把它推向光遠一點 看這樣有沒有辦法 有機會 有機會會打到別人喔 好 稍微白一點 伺候我破壞平衡了 哪有 謝謝你喔 嗨嗨大家 是不是都不想跟綁這樣的人在一起 對 大家可能會被我打鼠 沒有欸 我沒有要長 是因為那個造型就 紫色的部分不會出來 今天的髮型好可愛 因為我這次公演啊 跟這個 就是晚上的籃球場 我覺得在想真的可以綁什麼頭 可是呢 我目前這五年來還沒有試過這個奇怪的 就是神奇的造型 因為我覺得我綁起來又很奇怪 然後我今天化妝後來就想說 不然來試試看好了 但是果然只能在表演的時候用 這個平常用 有點高調 包包頭 有 這次是包包頭的勝利喔 有吧 這次好看嗎 這次的 手牽手跟 籃球場 想找 是不是差太大 現在現在玉阿 喵獎 這個喔 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昨天還應援還太大聲了 所以我今天的掃瞎 我今天持續掃瞎中 手牽手超棒的 林陽你很欠答欸 不可以告訴我你國王贏球 我勇士今天會贏的好不好 是吧 斑馬 老實說 我其實覺得 心中的條碼算 算好看欸 就我反而還比較意外 大家就是覺得整體的衣服都好看 是嗎 這是我目前看到最 shock的一個 就是 report 想說三樓哪個瘋子喊那麼大聲 不只一個 是兩個 有兩個瘋子 大比分贏的有沒有 你看林陽我就說吧 我大勇士今天會贏的 我覺得條碼好看 我覺得條碼已經算這場公演的衣服裡 比較好看的了 沒錯我跟竹 好 Let's go 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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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勇士 Let's go 富邦 你又不已經學一半了喔 我想已經會 好 那我卡卡核廢料 請問我跟安安比愛心的是哪一首歌 那請問哪件不好看 我覺得 我最喜歡的話 我沒有辦法講說哪件不好看 但我覺得我應該有比較喜歡的衣服 整體來說我覺得最好看 應該是 那個 你們知道神鎖嗎 神鎖的那一套 神鎖跟星期二 但是那一套很痛 就是 那一套 他們身上 因為身上有一個繩子 你們知道嗎 然後那個繩子就是為了 神鎖幫的友誼的那 這首歌做的那個神鎖 可是 因為 你們知道那個動作很大 然後他神鎖是有一個很硬的 不是不是摩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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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還沒講完你先勾乖聽我講完 就是 他後面會有一個 反正就是繩索不是都會有一個 反正他有一個比較重的地方 他就是那個繩索的尾巴 是有一個設計的一個比較重的地方 然後 然後 要怎麼說呢 反正就是 反正他 他 他是一個 呃 好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卡榫 他不是卡榫 嗯 要怎麼講 嗯 就是因為那個繩子 沒有重力 所以他要用一個很重的東西 讓他 會乖乖的 往下掉的一個比較重的 尾巴的設計 不是手上 是衣服上 反正你們沒看到 在背後 然後他尾端 會有一個配重 對對對 尾端會有一個 類似砝碼 欸百分 所以他在那個 繩子最後尾巴 有做一個砝碼的設計 然後就是綁在繩子後面 可是因為我通常都跳很大 就是我的身體會很動 然後 他沒有被勾住 他只是擺在後面 所以我在跳的時候 至少在彩排的時候 他瘋狂的打到我的眼睛 就是 他直接是往我的眼睛打進去 所以我在正式場的時候 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 不敢做得很大力 他就像牽 對 牽垂一百分 他就像牽垂一樣 直接打到我的臉上 眼睛上 然後 反正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 超痛 幾乎所有人都被 都被打到 然後 後來我們 就是把他往後 壓在後面 可是就是 你動作太大的話 還是會被打到 可是這次正式場 我沒有被打到 可是 就是我因為有這個 陰影 所以我就 不敢 不敢 垂得太大力 相敵一百 自損一百二 真的超可怕 會打到其他成員 他沒那麼長啊 是其他成員 用自己的有打到自己 但是那個繩子 只會打到自己而已 不是手上的繩索喔 大家不要誤會 是衣服上的繩索 對 然後 反正就超痛的 然後 就是我對那套衣服 就有一點陰影 哈哈 對對對 鞋尖的那條 沒錯 我已經變成了 心靈上的恐懼 但是我覺得那一套 最最在我的審美 對 然後其實我還蠻喜歡 手前手跟下課中 love song的這一套 就是短 它是短袖 然後加帽 就是它是帽提 短袖加帽提 然後再加上短褲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褲裝出現過 就是目前為止 所有的搖眼服 我們沒有褲裝 然後 我覺得那個很棒 就是是第一次穿的 我其實今天講話沒有比較溫柔 是因為我今天生意不太高 我今天生意比較雅 因為我昨天幫富邦勇士加油 加油到有點沙啞 設計不能改 奇蹟 對 奇蹟 可是 喔 奇蹟也是褲裝 沒錯 奇蹟也是 但我都沒穿到 就是 目前是褲裝的東西 我都沒有穿到 我想問一下 荷染是Sony嗎 還是不同人 確實 就是 我有跳過奇蹟一次 但是 絕無僅有唯一一次 這樣 就只有三週年的時候 對吧 跳過一次奇蹲 那 黃色那套呢 黃色那套 欸 你們喜歡嗎 你們喜歡就好 啊 不是哈 荷染 那我要記得不同人 啊 Sony是Sony Sony 欸等一下 那這個Sony是 現在在留言的這個Sony 是最近 我認識的那個女生Sony嗎 是二週年喔 是二週年喔 也在這麼久了喔 我覺得裙子上吊帶用畫的比較好笑 它不是用畫的 但是它是挺微妙的 白色那套最好看 你剛剛不會說愛著那個吧 好喜歡你那套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沒事 就是 成員每一個人對衣服本來就有不一樣的這個喜好風格 可是 就是你們 大家 觀看的人有喜歡就好 對 就是 你們喜歡就好 哈哈哈哈 我就不多吐槽了 愛著你的我 我也喜歡愛著我的堂堂 吊帶是在衣服上沒有 對 吊帶其實不是用畫的 吊帶是 一個神奇的 設計 哈哈哈哈 期待我的天王 對耶 育安沒有看到手牽手文 應該要把所有衣服PO出來嗎 啊 我原本 我原本預計不會PO全部的衣服耶 因為 我想說 這手 就是 這次手牽手 至少這個公演還會很久 然後我想說 衣服如果這麼早就一次發光光 我們以後 每個月就沒東西可以發了 哈哈哈哈 欸 可以 你如果在外面想買 應該是買得到 純造型功能 欸 就是 那個 就是因為這次的那個 前面兩首歌 我是不是衣服整個跑起來啦 但因為它是完全沒有伸縮 就是怎麼說呢 它完全沒有彈性 所以未來 就算這個功 手前手再跳一連兩連三連四連 只要我穿在身上 它就還是會起來喔 就是它並沒有任何改善的空間 所以 未來也會長這樣 哈哈 哈哈 現在小翼的金色夢 哎唷 這次是 這是用全金打造耶 對 我是覺得這件衣服 就 未來還是會這樣 哈哈 等我 等我變胖一點 它就不會跑出來了 所以大家首先 期待 就是這個衣服不要 不要再拉出來 就是叫我多吃一點 這樣 哈哈 沒錯 它一伸手就會全跑出來 看到懶了髮的面面 差點大 你是誰 你好 我 不是面面 哈哈 對啊 我要為了衣服 不吃 所以剛剛小翼金色那個是中超級無敵大獎嗎 那穿這套穿的真的好痛苦 而且 大家應該有發現就是前面 我現在要馬上叫出所有歌名還是有點難 就是第一首歌是 我們的風 第二首是芒果No.2 那我們的風跟芒果No.2的這一套衣服呢 在下一首 手牽手要出來之前 我們要花大概40秒到1分鐘的時間脫掉 所以它並沒有任何可以別別真的機會 因為會脫不掉 然後我們進後台之後是要 然後就是超級狂暴速度的脫掉這個衣服這樣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多餘的解決方法 所以比愛心是哪一首歌可以公布大家嗎 那我給你四個選項 然後你猜是哪一首 我們公演的前四首歌 第一首歌是我們的風 第二首歌是芒果No.2 第三首歌是手牽手 第四首歌是下課中Love Song 請問是哪一首歌跟安安一起比了愛心呢 一分鐘作答時間 請作答 請問何少宇同學你選擇的答案是 嗯 我使用好人卡 我以為你要直接寫用那個隔壁同學借我抄 芒果No.2 好這不是答案 這不是答案 我只是唸了哈瑟桑 欸哈瑟桑的位置超好耶 哈瑟桑那超中間的耶 而且其實我有跟你打招呼 但是不知道哈瑟桑有沒有看出來我在跟你打招呼 完全不知道拿手是拿手 芒芒媽啊芒芒媽回去了沒 雖然你穿的是竹竹T 但還是很開心你有替我應援 還是謝謝芒芒媽有看過喔 嘿嘿嘿 哈瑟桑的位置很中間 面面有跟我打招呼嗎 如果你覺得我這麼努力的在犯傻 還沒有跟你打招呼那就要換我走心了耶 我會大走特走走走走走走 走我想我可以走去無期會那個好了 幸好我很低調 你是挺低調的啦 嗯 不一點都不明顯 整顆頭都是紅的一點都不明顯喔 九大那是肯定的吧 我這麼心細的宁姐姐 我是只要看我這邊都當成是跟我打招呼啦 沒錯沒錯 一百分 所有犯傻都是你的 你們在籃球場我表演很棒 不好意思欸我太遠 欸整個籃球場好大喔 可是我有盡力就是 我有把拿著我們應援牌跟郵局手燈的人 我都揮了一遍 可是因為場子太大了 而且我看不到你們的眼睛 簡單來說就是我看不到你們在看誰 所以我只好假裝大家都在看我 所以希望我每次揮手就是大家都有看見 走山走山你可以移山 移山移山亮晶晶 你可以愚公移山 看一下我這邊全部都是我的放傻 今天P組MC小慧說明明是他的呢 的確是他的 是的吧 4 words this member is our team dance very good dance good good you know who I mean 4 words 4 words 4 words 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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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放傻是不是你的 我沒收到 你說沒收到放傻嗎 我 欸我盡全力在全場噴放傻了耶 怎麼會沒get到 當然是的吧 等一下 一家式冷笑話不是只有公演MC才有嗎 一家式冷笑話 我剛剛有嗎 我剛剛很好笑嗎 今天P組做的山頂 完全不同的風景 山頂的話可以一次看到很多很多成員耶 謝謝好好的鑽石很久 也希望好好的接下來也可以有機會看到現場的表演 然後現場就是 你還是可以很高冷 阿登記得要看我喔 話說如果是歌曲的話 老闆最喜歡哪一首 嗯 我知道現在在整個直播間裡 還有很多人沒有看到這次的手牽手 但是為了讓大家有參與感一點呢 我可能還是會稍微介紹一下手牽手的內容 但是如果大家有被爆雷的感覺的話 就希望接下來的4月5月6月7月的每一場手牽手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然後又剛好在搶票的那一天有空的話 就祝福大家都可以搶到片 可以來到現場看手牽手 但是因為我知道這次只是第一場 還有很多人沒有來到這裡 可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人現在就是充滿著熱情 畢竟我們還在第一場公演嘛 就之前reset已經跳到後面兩年大家都已經來的題了 可是首先是我畢竟現在是我們的這個最新的話題 我可能還是會提一下 希望沒有搶到票大家不要太難過 就是我現在講這些話題就是為了激起你們想要來現場那種欲望 那如果未來短時間還是沒有辦法來的話 你就先把這些都聽著 然後等到你可以來的時候再一次爆發出來就好了 你很期待 怎麼感覺4月要更難強了 下次還是只有一場喔 看起來還是很微喔 那請問蜜月是什麼時候 請問幾月適合蜜月 我今天也在山頂喔 帶你出體驗來說已經很棒了 其實我覺得 就是因為 因為畢竟公演啊 它是一個常態的表演 然後我覺得做什麼位置都是有一個新鮮的體驗 當然不要長期在山頂 當然也不要長期霸佔前排 就是每一次公演有不一樣的位置 才能夠看到不一樣感覺的演出 對吧 多次沒搶到票 歡迎四月再來找我 我們四月見 四月TikTok Toe是四月十五號 禮拜六 就是我們一樣是週六場 我知道下個月應該就會多一場 那Sony Sony就是不存才女的那個Sony對吧 開始祈禱 長期場外型嗎 好想看公演啊 希望下個月大家都可以順利搶到票 希望可以讓這個忠心的醬油們 忠心為什麼說忠心呢 因為大滴滴的話就有很多人保佑你 那我就要先分發給這個忠實醬油 我的 我的那個 幸運魔咒 咦到底是誰 喔 代表有兩個Sony對吧 我感覺應該有兩個Sony喔 握手會有來一個Sony 然後我最近 有一個人寫了頭皮血給我 然後也叫Sony 所以我一直在對到底誰是誰 所以 你不是那個小時候買夢夢的Sony 啊 名字 大家的名字 哈哈 萊克 你不敢相信 萊克怎麼可能會出現 萊克不是已經不見很久了嗎 想推朋友來看 但是沒有能夠搶到兩張 買夢夢是你 那就是你嘛 欸不是啊 你的姓風名就是不純才女 是你啦 Sony No.2 哎呦 傻眼 是你沒有跟到我的 原來從頭到尾是你 不知道你用了什麼寫信是吧 沒有人是滴滴吧 對啊 應該沒有人是滴滴吧 原來是同一個寫完信就往常態了 謝謝福福貓的大叔叔愛你 今天單推啊 西安也被我嗆是滴滴啊 你看那個後面還不明顯嗎 而且後面還沒我呢 你今天也單推啊 好棒 那請問大家看手牽手的時候是單推嗎 大家看手牽手的時候 眼睛有在那看我嗎 你知道這個 我看到大家repost寫說 好喜歡你 就是好喜歡你這首歌呢 是振興的情樂神曲 欸其實 我覺得怎麼說呢 就是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困難 因為 你知道我們跳 我們跳 好喜歡你的時候 有些觀眾不會看我們嗎 就是我們已經對著這裡 我們已經對著這裡跳了 但是因為有一些粉絲會心細著自己 就是神推跟主推的對象 然後就是為了表達自己的中心就不會看 就是他們會發現我們在看他之後 然後把眼睛飄掉 然後把眼睛飄掉 然後我們當他就會 然後把眼睛飄掉 就是 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還是可以看著我們 但是 可以不要心動 就是可以 雙眼很無聲 然後想著自己喜歡的那個人 但就希望大家就是 不一定要把眼睛飄走 拜託 可以給我一點點 給我一點點這個 一點點眼神的注視 對 不要飄走吧 拜託 所以是種考驗跟折磨 沒錯 但是因為有些要注意看自己的成員 心要堅定 對對對 眼神可以不堅定 但是心要堅定 就大家可以 大家如果有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盡量這個 好喜歡你這首歌 你有發現 任何成員對著你的時候 可能你的心可以出走 你的心可以堅定 但你的眼神可以出走一下 這種感覺就是 你丟彩帶出去 但沒有人要剪的概念嗎 這就是 這就是精神分離 是嗎 請大家也給老闆一點犯傻 再促習 結果看著前排 全員背影 好有罪惡感 為什麼 好有罪惡感 謝謝富兒姐姐的愛的胸抱 有很多人逃避你的眼神嗎 我沒有很嚴重的遇到這個問題 但是就是我發現 就是成員之前在討論的時候 遇到了很多這樣的問題 就是希望未來我可以 不要遇到 希望我沒有機會遇到 好喲勇哥 希望你這幾天玩的開心 沒錯這首歌是成員走心成曲 不是粉絲的 因為我前面有人在看我 所以很罪惡 沒關係他在看你了 你就看他吧 好吧 我人很好 我對每個成員都會伸手 我剛剛這番言論是不是在養出滴滴啊 我就是在養出大滴滴是不是 彩帶一次只有一條 可是愛著你我會連續發動好幾次啊 星系神推還是會看到這個 別人的眼神壓力 眼神狂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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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可以先 南無阿彌陀佛 然後認真看 先就是先造一點 就是積一點音德 然後再認真看這個 看著你的成員 哈哈哈哈哈哈 謝謝咖啡的啾啾你喔 會不會換站位 要看狀況欸 因為我們這次手牽手 現在目前是完全對照 日本成員的站位 然後我記得手牽手 當初日本原本的站位 因為就是 只有一兩個人是Center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是照著 原本日本的站位去 站手的歌 不是喔 我不是日本人喔 對 目前應該是固定站位 因為當初reset有換過站位 也是蠻後面的事情吧 對對對 一個對一個成員 除了UNICH以外 手指好一點了嗎 其實好一點了 但是因為 昨天手牽手 在換搶裝的時候 我不小心又勾到本來的三口 然後我為了不要再勾到 所以我暫時貼起來而已 今天我前面是攝影姐姐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伸手欸 眼睛可以不要太專注的 看我們攝影姐姐嗎 對 對 要小心不要用成員說出 欸 那我的扇子在哪 我的扇子咧 我的扇子為什麼不見了 好少爺現在就是不只推成員了是吧 奶奶知道本團手牽手是沒錢做的嗎 知道喔我知道 我以為我的 我的 我以為你的unit 都是溫布頓 恩 我其實還蠻想要 跳溫布頓的 然後就跟reset這個公演的時候一樣 我也很想跳逆轉王子殿下 但就是這一次我的unit是心中的條碼 但我覺得這首歌也蠻 蠻算半符合我其中一種風格的 所以希望我詮釋的心中的條碼大家喜歡 就是嗶嗶嗶 好多人想跳溫布頓 而且我覺得溫布頓跟與鋼琴家的風格 都超級像珍珠美人一套 其實這件事情呢 因為珍珠美人在日本好像一開始沒有到超級紅 雖然有一定的受眾 然後但是我們TP出道到現在 很多我們同一個年代的朋友都會跟我們說 你們TP的曲風很像珍珠美人魚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 還好就可能就是比較日系的曲子 可是這一次溫布頓跟與鋼琴家 我覺得超級有感 就是與鋼琴家超級像反派的珍珠美人魚的歌 當然要練鋼琴的空彈吧 溫布頓大家想跳是服裝加成 對就是口可愛的珍珠美人魚服裝 超強 沒有光的世界吧 洛克 有沒有 與鋼琴家吧 比較後期榮耀日在成員間比較沒有 這是什麼 啊也是Gory Days嗎 你說在日本的時候沒有人氣還是我們這裡 你是說現在在我們這裡還是在日本的時候 Gory Days 我們又不能偷穿別人的 我們沒有辦法偷穿其他UNI的衣服喔 抱歉了 Gory Days我們竟然 對啊我們竟然沒有BTE 其實我一開始一直以為會有的 但是好像也生不出來 我們人數也沒那麼多 跟大家分享為什麼Gory Days在成員之間並沒有這麼的火 主要是因為Gory Days呢非常非常的難 它簡直就是太難了 就是因為Gory Days的翻譯過後 中文的部分比Rap還要可怕 然後那個歌詞的部分簡直就是驚呆人了 大家就是當手牽手大概進行到大概三四次之後 大家可以分心的聽一下那個歌詞內容 Gory Days的歌詞超可怕的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背起來 然後Gory Days基本上跳舞也比較累 而且因為它是第一首UNI曲 所以它很 它很 喘 就是在我們所有人在剛下MCE 然後就馬上要 接UNI然後就超級喘 所以基本上呢 它就是一個大家因為體力上面 可能會覺得不太吃香 所以暫時沒有那麼喜歡的曲子 但是真的 翻成中文之後 它的歌詞比日文原曲還要忙 不行 真的不行 可是Gory Days真的很好聽 就是RUN歌曲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聽的歌 但就是真的要BAN起來的話 可能先不要 我們 真心的 誠摯的 感謝跳Gory Days的所有成員 辛苦了 不可以 不能殺任何歌詞 因為這些都是要經過日本公司的 真的 Julina桑很神啊 中文歌詞比日文還要難 就是由衷的感謝所有Gory Days的成員 RESPECT 給一個大大的RESPECT 我最想跳到的歌 其實我最想跳的歌應該是 我覺得雨鋼琴家跟這個溫布頓很難挑耶 但我應該會更喜歡雨鋼琴家啦 但大家可能比較想看我跳溫布頓 但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雨鋼琴家 主要是我覺得雨鋼琴家的曲子 也是我第一次看Tim4在跳手牽手的時候 我就最喜歡的歌 我那個時候整場公演最喜歡的就是 這一首 雨鋼琴家 然後 我想一下 我一開始 不是一開始 我單純聽歌的時候 我好像也蠻喜歡戀愛的傾向與對策 教教我戀愛的各種傾向具體對策 這首 然後還有 我發現大家蠻喜歡戀愛火箭 戀愛火箭是 我們一開始覺得很困擾的歌曲 哈哈 然後 但是戀愛火箭的舞蹈其實還蠻逗趣的 然後還有什麼 我其實蠻喜歡芒果No.2的耶 但是看起來大家不太愛 哈哈 戀愛火箭是我們一開始覺得小困擾的歌 然後還有什麼 戀愛火箭還有什麼 Innocence 戀愛火箭 戀愛的傾向與對策 然後就是 好喜歡你 然後 然後神索幫人友情 星期二的夜禮 星期三的黎明 然後 然後 重視距離在遙遠 對不對 芒果No.2我很喜歡 我蠻喜歡芒果的 而且我連曲子的部分都蠻喜歡的 可是 看 目前我收到的report裡面 多數的人不太喜歡芒果 可是 我們成員剛拿到歌的時候 也是大概三分之二的成員 沒那麼喜歡芒果 可是我覺得 我超喜歡的 尤其是因為 就我們這次在公演的時候 公演前練習 然後有請日本老師來教我們幾堂課 然後 芒果No.2的時候 老師非常非常的 然後 就是告訴我們芒果這首歌呢 就是 他算是手牽手公演 因為手牽手裡面也是有各種不同的曲風 他說芒果 他就是有點像是故意來搞笑 然後要讓大家放鬆 整個放鬆起來 玩得越來越開心的一首歌曲 所以芒果這首歌 從 歌詞到動作 整個感覺就是你要瘋瘋的 然後 越 越浮誇越好 所以我就覺得芒果我玩得超開心的 而且 但是芒果No.2的話 嗯 我覺得是蠻累的一首歌 我覺得他很喘 沒聽 沒聽出有哪些天樂老師說的台灣腔 老師說的什麼 有原話嗎 芒果每個人都跳得很開心 我很感動 我跟你說成員一開始在跳的時候很痛苦 因為 這首歌 我們一開始 呃 我覺得台灣的舞蹈感覺跟日本的舞蹈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就是 一開始 我覺得台灣會要求 就是 台灣一般的團體啊 走的舞蹈風格其實比較接近韓國 我感覺啦 因為他們會希望盡量是整齊 然後 就是 好看 就是舞蹈好看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48 Group的歌 看起來其實是 情緒越融入在這首歌裡 嗯 不算是 不算是批評 但也不算是稱讚 就是 日本的舞蹈 前期並沒有那麼那麼的要求整齊度 但是 非常的 要求 表演感 這樣子 所以我 喜歡日本團的原因就是這個 就是我 最希望看到的是 氣氛很棒的表演 而不是很整齊的表演 這樣子 當然就是整齊是必然 對 但這就是 我喜歡的差異 也就是我比較難做到的差別 好 但就是我很喜歡那個氛圍感 然後 芒果那麼兔這首歌就是 很重很重的氛圍感的歌曲 然後 但是因為台灣一開始 要求的就是 整齊嘛 所以為了整齊 就是動作會放小 然後大家做到一致這樣 可是 日本老師一來之後 就說 把它做大就對了 玩得開心就對了 就是 越開心越好 越浮誇越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 爆甩 就是 整個頭開始爆甩 然後老師就說 斷頭斷頭 整個頭給我下去 你們又看起來很瘋 這樣 整首歌就是 狂暴的在玩 所以我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芒果大家的表演 大家練習的時候真的是 被這首歌搞瘋 因為我們每次跳就要跳出來 這首歌跳完真的是 命都沒了 沒錯 芒果No.2我的專長 但這個公演很重視整齊 對 因為手牽手它是互動性比較高的公演 然後很重視每一個 就是同伴 夥伴之間的配合 老師是不是在當 老師是不是在當 等一下 Escape 是什麼 那種跳到飛起來的在教 日本老師要確定耶 真的 而且重點是其實 日本老師 能夠做到這樣 就是 他們的體力跟他們的舞蹈 真的是超損 就是到頂的那種 就是怎麼樣瘋得好看 他們都跳得很瘋很好看 而且你們知道 就是日本老師來的時候 我真的被嚇到 就是 正常的舞蹈老師 可能不會一直陪你 跳到整首歌結束 但我很開心的是 就是日本老師 他超級享受在教學的時候 然後 我要跟你們講 這是Michael-san 就是這一次 來教我們的有兩位老師 然後我 手牽手公演結束之後 我不是有發現動嗎 然後Michael-san 日本的老師 就還回我現動說 哇 就是恭喜你們出日表演結束了 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因為 跳舞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很有壓力 然後就包含 其實每一位老師的教學方式 也不一樣 那有些就是比較嚴厲指導這樣 然後但是就會 讓我 對跳舞 越來越 排斥 這樣 有一段時間 我真的是 就很害怕跳舞 就包含 大家可能會告訴我 不要跳錯啊之類的 但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恐怖 因為這不是我擅長的事情 我盡力做到這 就有點像是你把整本書背下來了 但是 考試大家就叫你說 你都背完了 你不可以寫錯喔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寫錯任何答案喔 你當下你看 你背過了 你就是不可以寫錯 你明明都知道這樣子 但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的可怕 所以老實說我停牌吃跳舞這件事 但是上完日本老師的課程 就是上完Michael老師的課程之後 我真的超級 那段時間超級超級享受在練習手牽手的時候 但就是我覺得是 呃 我覺得日本老師讓我更喜歡跳舞 對 但是其實日本老師應該是 我不知道那個言不言 但是我覺得氛圍感很重 很 很 對我來說很重要 就是 即使他很嚴 但是如果他讓我感受到是很開心的 我就 感覺我自己可以做好 就是 即使他非常難 就是可能你今天叫我 要一次可能跑完2000公尺 這樣 但就是 你如果是 瘋狂的鞭打我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好我要加油我要撐完 這樣子 可是日本老師他是 他就是 陪著你跑完2000公尺 這樣子 他就是 一路陪著你 然後跟你說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你快做到了 超棒超棒的這樣子 然後說你看我 你看我 你看我 我都就是 我跟你說這不難喔 跑到2000這不難 你跟我一起跑就好了 都跟我感覺 所以就是 他明明可能是一個 比較難達成的事情 但是因為 他日本老師的氛圍 讓我覺得 我好想什麼事情都做得到 這樣 而且 沒錯 日本老師就是那個 跑得比我還要快的攝影師 對 我覺得 有把我的情緒帶起來 所以就讓我很享受在 這次手牽手的 舞蹈裡面 對 然後 呃 所以就是 我也想要讓大家看見 這個 日本老師給我們 想要我們表演出來的東西 希望大家都有感受到 我喜歡樂寫老師 因為這樣就會感覺樂寫起來 而且我覺得做事熱血一點 完成率比較高 哈哈 你們不覺得嗎 就是即使是一個很喘很累的事情 然後但是 一感覺到別人在替你鼓舞 就像是 我們平常練習的時候一定沒有比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話 練習的時候一定沒有比正式表演來的表現得好 但是為什麼 因為正式表演 你就算很累 可是你聽到下面的人 還很努力的在幫你加油 跟喊著你的名字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啊 我一定要跳好 我一定要跳好 就是還有還有 還有一半 我要加油 這樣子 就是因為有大家的聲音 就覺得可以撐下去 可是在練習的時候 就真的很累啊 啊很累的時候 你就想說 啊好累喔 然後這個時候也沒有人幫你加油的時候 你就說 好我後面想力一點好了 這樣 哈哈 沒錯 沒錯 哈還活著還活著 那手前手再次的服裝好像比reset還要多的樣子喔 因為這一次的就是手前手的那個設計 就是歌曲設計編排跟reset不一樣 像好喜歡你就 只有 只有跳那一首 穿那一套而已 就是 好像就是多了那一套吧 Uncle後多了 對啊他就叫豆漿喔 豆漿 MC多了一怕 欸多了兩怕 嚴格來說 縱使距離在遙遠的時候也是 搬家了也只有穿一首啊 搬家穿什麼啊 Pin to 48 欸Pin to 48 還是穿一首吧 對啊Pin to 48 只穿了那一首 然後就下台了 對吧 啊 戰搬制服 搬家了 沒有另外啊 搬家了是跟星空的錯誤同一套吧 不是不是不是 是因為我意 我思考了一下 搬家了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另外一套衣服 對對對 是拼圖只穿一首啊 一點點喜歡 一點點喜歡 謝謝勇哥 就是最後一首多了 沒有我沒有忘記reset的衣服 請問MC是什麼 欸我在想台灣不講MC嗎 MC就是 就是每一段表演中間 要講話的時候 因為就是表演者會休息一下嘛 然後那段時間可能是聊天啊 休息啊 然後自我介紹啊等等的 但是我不知道 台灣講什麼 串場 因為我們都一直講MCNC 台灣說主持串場 純聊天 對啊台灣是不是真的不講MC啊 串場 思來思去 算進去 應該是差不多 看minicon才知道MC這個詞 喔好吧那就是串場的部分 不講 日本用語 那就是主 對阿 欸香港也講MC 日本來的詞 Mic Mic controller 那不一樣那是講人啊 那是講主持人 那也不是講MC這個環節 對吧 台灣也會講嘛 只是街舞或饒舌比賽很多 就是不同受眾啊 因為街舞跟饒舌比賽 那他一開始也不是主文化啊 好喜歡你跟巧克力 欸巧克力也很累耶 巧克力中間間奸奏那一段很厲害 那是日本的挪友 台灣講talking吧 啊talking環節 然後主持人就會講主持人 MC有主持人 那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我表演的 有我表演的歌的話 最喜歡哪一首 跟大家講一下有我表演的有什麼 第一首是我們的風 第二首是芒果No.2 第三首是首千首 第四首是下課中LOVE SONG 然後UNI曲是心中的條麻 然後第十首是Innocence 第十一首是浪漫火箭 第十二首是戀愛的傾向與對策 第十三首是好喜歡你 第十四首是神索般的友情 第十五首是星期二的夜裡 星期三的黎明 第十六首是縱使在遙遠 可以全選嗎 該從座位來選嗎 只能選一首嗎 就想聽 就想聽聽看大家喜歡什麼風格 每一首 保留求生意志喔 不少耶 都喜歡耶 巧克力 對就是倒退走那道很厲害 有哪首全體沒有我嗎 目前都有 目前目前都有 只能選一首嗎 條馬 有喜歡條馬的 太好了 我選好喜歡你 但前提是你要看我 那可能沒有每一次都有辦法看到你喔 都還沒聽過 全收可以嗎 可以喔 你先全收 然後你下一次來現場 我們再來決定怎麼樣 你是說喜歡你的部分還是純歌 嗯 喜歡我表演的感覺 這樣子 就是覺得我適合詮釋那首歌 這樣子 戀愛的傾向與對策 好像大學通事客 就是 他就是大學通事客啊 他的歌詞內容就是大學通事客喔 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歌詞 等之後有 你們有辦法看到全部的歌詞的話 可以 就是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超喜歡這首 我看 為了這個避免我有唱錯的機會 我來看一下歌詞 戀愛的傾向與對策 他是 不喜歡上不期耳語的那個他 頭髮 毛毛躁躁想用手胡亂抓 衣服 衣服脫脫黑狂後 背包塞旁旁 真假 模擬考全國排第三強 然後 因為前面我都沒有唱 所以其實我不太會唱 嗯 教教我戀愛的歌 中情想具體對策 那份 參考書寫得最透徹 身為一位文科 恐怕我下不了結論 坦誠 走帶著 成間過度的主策 以為自己 偏偏 就是 那他 美者 教教我戀愛的歌 中情想具體對策 可能 跳什麼話題 會比較適合 難道 他唯一的興趣之熱中 如何靠滿分 根本 未來的 愛因斯坦呢 好想一道他 隔壁空隔 偷偷的 把他的 心 確認 他 他是有補戀愛佳教嗎 呵 我不是跳松井琳娜的位置唷 sorry啊 沒有剛剛好跟妳推起 呵呵 不是 認真選應該是好喜歡妳吧 畢竟是記得立者 謝囉 啊下一場如果沒有對著妳 是不是瞬間這首歌就打入冷宮 呵呵 我也想看我跳雨的鋼琴 欸我們 我們翻譯不是雨的鋼琴師 我們翻譯什麼 雨鋼琴家嗎 呵 我看一下 欸我對不起我沒有存 我沒有存那首歌的歌詞 喔我是 我是什麼 喔 全國三 前面我都沒有唱 戀愛的傾向與對策 我幾乎沒有唱 我只有副歌的部分 就是 就是 剛剛我唱的前面那一段都不是我唱的 我的隊位是 那個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的隊位是 Tekuji-san 你們有記得嗎 出口 出口前輩 雨鋼琴家 對啊我們的翻譯是雨鋼琴家 對啊這個禮拜二是 喔兩組CP的BATTLE 不好意思可以問一下這次 拆一把有誰嗎 誰沒誰 就是 不是啊發通告的時候不會告訴我們有誰 所以我不知道有誰 啊 竹力會面是吧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件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我們知道任何工作的時候是不知道有誰的 所以 就是 我們是什麼事情都不會知道的狀況下 就只會被問說 你的時間可不可以這樣 我們是連內容跟 有誰都不知道 所以 不可以怪我 不知道有誰要出席啊 不能這樣 公布 沒有公布 啊就 對啊 跟開盲盒一樣喔 哇這也太靈想牌了吧 啊這次公布給你又不是公布給我們 這封公布給你們又不是公布給我 對吧 對我們弄的跟扭蛋機一樣 我知道要甩面嗎 我後來知道了 哇3月9號就公布啦 好啊我有理的吧 哇當天 哇有你啊 是不是 學校 欸學校的mail我也沒有打開過 我甚至沒有登錄過學校的 學校不是都會給一個學校用的mail嗎 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那個要去哪裡改密碼 因為我沒有登錄過 我沒有在甩鍋啊 我們要當天才能碰那條面好不好 我們不能先練習 當然我已經就是有認真的看這個甩面大師要怎麼甩了 就是我當天很有機會直接把面甩在你們臉上 請大家期待 成績不用登錄mail喔 我不知道密碼欸 可能要去查一下 要你牽我的手每一天 我要非常用心感覺 沒錯啊最近都在忙練舞 嗯都在忙練舞啦 我就是忙挺忙 啊對了我要跟大家說我今天不會不會直播到太晚喔 因為今天晚上呢我還有別的課程要上 我難得唷 就是認真的上課一下 所以今天不會到太晚 今天可能應該 應該 10點上下 10點 10點多左右 啊 我還有電競的業配耶 可惡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我還有什麼還有照片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還有什麼 我這幾天都沒有再認真看我還剩下什麼電競業配 我的生血真的那個相撲在哪裡 生血在這 照片有影片嗎 嗯有製造的影片 但應該不會發 叮叮叮叮叮叮叮已經發過了 嗯 嗯 照片的話 啊照片只有一天可以發的話有點不夠耶 會啦會再發一篇我看一下 還是我現在我現在修 怎麼樣 因為我這樣晚上也來不及發 我現在修的話大家會再介意嗎 不用 抱歉了就是不用修都是你們說的 我從來不是一個 有啊但是跟成員合照我是不在修 可是我自己的照片還是要修一下的吧 是不是啊 話說叮叮叮叮 昨天 欸對對對 我昨天有聽到這首歌 而且有成員還cue我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沒聽到 然後就有人衝進來跟我講說 欸麵!出去! 我說出去幹嘛 我說出去跳啊 妳的歌來了 不要 我拒絕鼓起這種勇氣 勇氣不是用在這種地方的 我已經很缺乏勇氣了 不需要在這種時候犧牲我的勇氣 真的嗎? Angels跳得很好看 我沒有看到現場的叮叮叮叮啊 我們去看球的時候他們已經叮叮完了 我上次暗暗星的照片在哪裡 不是啊 我記得我上次已經有修到一半的照片 啊 是你嗎 是這張嗎 看一下 喜歡在你的肩膀盤旋 喜歡兩個人的世界 我這樣會不會算是很這個薪水小偷 我們來精修一下照片 不算 直播修圖 對啊 我現在正在進行這個手術環節 這個我們終於要進病房了 我們要開始手術的過程了 我要戴手套 家屬們 我要開始了 這個病房BGM 我開始囉 那我還是要先無意識的感謝大家 這次來到手牽手的現場 看我們T組的第一次手牽手 但是呢 因為畢竟T組也是才剛在一起不久 默契可能也沒那麼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再陪著我們成長一陣子 但是 可能 接下來就會更有默契囉 然後 因為這個球場呢 很大 所以 我其實360度都已經跑了 希望大家有看到我們AKB人數真的很多 因為 我一直聽到他們都會強大ANGELS只有16個人 然後 我們 他們是說我們48個人啦 但實際上其實我們是34個人而已 而且當天也不算是全員 有幾位成員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可是 基本上呢 就是 人還是滿多的 希望大家有感受到 我們人很多喔 這樣有怪怪嗎 好 沒有 太好了 這顏色要怎麼辦 孟姿路前面少一個小矮子 有點不習慣 我前面的小矮子是誰 喔 現在現在天宇的 哇 我有翅膀了 我有翅膀了 現在是透明的了 在我身上就變透明了怎麼辦 修圖的過程 將來是不能給你們看啊 那不就是 那我不就是原照片給你們看了嗎 一剪掉 是我唯一的表 可是 我就不要修這個顏色了 可是 我就不要修這個顏色了 愛上你就像牛奶 愛上了麵包 還是大家可以處理一個 就是我平常 醫生 醫生現在病人 現在病人狀況還蠻穩定的 我們正在努力 本來想說有機會跟富邦Angels合作耶 我也很想要 有沒有機會去當一下一日Angels 最前面 啊 最前面的退休 很久沒有聽到人家說 斯亞矮了 畢竟斯亞在我們這裡氣場1米6 不是1米6 1米8 有喔 昨天有出籃球場表演啊 不明顯嗎 我的頭挺明顯的吧 有沒有看到我啊 沒有 他這樣問就是沒看到啊 有喔 昨天有在籃球場表演喔 有的 不只有老闆想當一下一日富邦Angels 你要那個領領領領領領他已經想要耍性感很久了好不好 你把紫色捲起來沒有很明顯 有拍到你在右邊的三樓 沒錯 我就看到 欸 最好 你在那邊 在那邊 這個時候應該要稱讚人家嘴巴很甜是嗎 安裝推的追蹤雷達 在樂森堂 我在三樓有大聲的 好 那我考你 你說你昨天有看到我對不對 那我請問我昨天是什麼造型 我昨天綁什麼造型 你回答出來 你就很棒 三樓沒看到 可是我們有看到一樓的人轉頭耶 我們還想說我們的聲音怎麼可能傳到一樓 因為那個場地不可能傳到一樓 然後後來才知道有粉絲跟我們說我們有上螢幕 就是大螢幕有拍到我們 但是我們沒有發現 有嗎 有大螢幕提示 嗨嗨 農妹 主持人好像好cute喔 真的假的 看到螢幕才知道 昨天主持人也是阿崔對不對 整場都是嗎 因為我們前半段的球賽沒看到 後半段也有 主持人有說但是我找不到人 但是黑傑克那個位置 那個時候離我們三樓蠻遠的吧 我覺得阿崔真的是很很活潑耶 感應不到我看到農媒一直在國道上 阿崔真的很厲害 而且因為就是我們這一次結束之後 然後我是就是我們之前去過樂天球場 然後因為我平常真的一開始沒有看球的習慣 所以我甚至不知道就是有應援長 然後跟啦啦隊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就是我真的是 算是近期開始碰到了球賽賽事之後 我才感受到 喔原來有這種文化 然後我 所以我們就 就是這次結束之後 我就看了一下應援長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他IG 我想說 超瘋 他有一段就是 那個就是 銀球 然後他就說他們銀球很開心 然後他有一個影片是他這樣狂甩 就是他在觀眾席這樣狂甩 我想說 很厲害 我就真的很厲害 應援團長 拉拉隊長 對他要帶起這個氣氛 超厲害的 那一段有上MLB的官方 富邦 富邦的 富邦的團長 阿崔甩頭登上的國際 那一個影片真的很厲害 我從那支影片認識他之後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真的嗎 阿奴 是之前阿奴 阿 但是 麵還是不要跟他搶位 搶他的位置好 我應該是沒有辦法出 畢友也很嗨 我們那天有遇到畢友 而且畢友還在我們旁邊跳舞 丟禮物也超強 我沒有看到丟禮物耶 糟糕了 我又負責 我又在聊天了 我沒有辦法一心二用啊 可惡 可以不在乎擁有 比啦啦隊員還要正 喔 好過分喔 欸等一下 還是你的主持 其實是說阿崔 阿崔比啦啦隊員還要正 之類的 手要動 好 就是不止 不止 嘴巴跟頭腦要動 手也要動 好難喔 太難了 我答應的太快了 好 我卻用力的 蒼亮夜空 多想你的眼中 我倔強笑容 我要我這髮型中快要熄滅的花朵 我要我救火明中快要失去的眼 不好意思 顏色剛剛被我修壞 所以我出現了這個驚恐的慘叫 好 幸福像新火 一眼就足夠了 眼睛和 有時候最新火的 手口才懂我是什麼 若 若 好難 怎麼辦 同一個角度有四張欸 我四張都要修嗎 好煩 我倔助你世界裡 那最倔強的執著 啊~~ 為什麼有安保 問就是無休止出 欸這個有 我昨天有看到無休止出的範牌 非常感謝大家的無休止出 居然還蠻好看的 呵呵呵 這個超乎我的想像 預料之外 就活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 我要我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個我 幸福上幸福 一眼就足夠了眼睛紅 握著顆星火燃燒過彩頭 夢是什麼 我這顆星火燃燒過彩頭 愛是什麼 這個好難修喔 還是我就不要修好了 什麼 一直在想那麼好看 這樣把它要修是吧 原圖直出原圖直出啦 我敲到了嗎 我敲到什麼 敲到工作嗎 先下瓦薩皮紅茶 欸等一下 大家怎麼瘋狂的在送禮物 什麼剛剛看到人說Herry Herry別偷看 Herry是誰 棒球中華隊與樂天議員團長 Rina比一些啦 那你很認真 你 欸 啦隊重點才不是這個好不好 重點是整個氣氛跟那個熱血的感覺 你不要一心只想看人家的臉好不好 好 我剛剛幹嘛 星火一定是要敲一下了吧 有啊 我剛剛敲到 我剛剛是敲手機啦 應該也是算有敲到吧 不是附屬棒棒球隊嗎 我剛剛說棒棒球隊 下一組 下一組 下一組天羽的掌聲鼓勵鼓勵 我們之前有遇過Rina嗎 而且最近不是一直有新聞寫說那個嗎 有韓國啦啦隊員要加入 台灣的 喔 Baby I love you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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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頭看我一眼 芒果天樂說 塞了地區的慣用語 好不然我來唱一下 我來看看有沒有地區的慣用語怎麼樣 我現在沒有在修圖喔 不要算我修圖的時間 好 我看一下喔 嗯 嗯 啊超喜歡呀 如果不說的話 就會覺得寂寞吧 開開玩笑吧 夾巴進啊呀呀 芒果恰恰恰 啊 阿姨姐你呀 這這這這這段怎麼唱 這段不是我 啊啊喔我想到了 阿姨姐你呀 小鹿屏屏胖胖 噗通噗通恰恰 偷偷請你一下 沒有啦你幹嘛 都是你啦恰恰恰 要是還拿我當 小孩子一樣 就準備了 就準備了 就準備了不放 悄悄被我套上 喔耶 漢堡炒麵混搭 咖哩飯最棒 偶爾來一份 烏魚子也不差 別聊這天 突然之間 故意偏偏 對你句點 似目相見 不發一眼 瞧你一副尷尬的臉 芒果 芒果 No.2 一起牛 好可口好可口 甜甜的水果節奏 穿個什麼 通通丟進了色桶 我要塞上真正的口紅 中大人的嘴角 啊啊恰恰恰 阿乖乖寶 阿乖乖寶 阿乖寶寶 呀 禮貌溫柔優雅 說規矩不會討價換價 不是嗎 怎麼這樣 根本不像我啦 我就是我恰恰恰 這樣有嗎 這樣有很地區嗎 很地區的話 加把勁 乒乒乓乓乓 噗通噗通 沒有啦 你幹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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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曼波 哈哈 恰恰恰 嗯 有什麼 點杯珍珠奶 我 我得手了嗎 好 得手了嗎 算是嗎 呵呵 只有你聽到了 可是我今天喉嚨 喉嚨狀態不太好耶 我可以唱一下我這一段的 我這一段的是 點杯珍珠奶茶 陪我下車哈拉 享受茶那恰恰 來嘛寶寶我媽要開始撒嬌了呀 我們兩個恰恰恰 哦是要開始撒嬌了 啊哦 來嘛寶寶我媽要開始撒嬌了 吻我們兩個恰恰 一旦你想打發 差不多杯啦 珍珠奶茶 原池 哦但是珍奶 哦 珍奶應該就算是哦 珍奶應該就算是哦 是的我是AKB的 謝謝遊戲HILL的花愛心 打發 打發後面是什麼 打發 欸打發在哪裡 哦 好你想知道打發後面是什麼的話 你就下次再來看認真聽就好了 我要留個伏筆 要讓沒有看過現場公演的人 現場在聽 是吧 我現在就全部公佈完了 大家之後還聽什麼啊 啊 我剛剛唱的歌詞 不可以先打出去哦 不可以先打出去跟人家分享 我要 我要求大家要在下次公演的時候認真聽 不可以先把歌詞內容打出去哦 啊 先做筆記的也不可以出去分享 乖 這樣才是乖醬油 是乖寶寶啊 沒錯我想到了 你們現在一定是認真地再把歌詞打下來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分享出去哦 現場有扣聲該老和難聽清楚 這就是現場的魅力啊 現場扣聲大 但我們還算不了拍子 你知道嗎 你知道 然後大家回到後台之後就超級驚恐 然後我們就說 剛剛 剛剛那個扣聲太大了 差一點算不到拍子 我差一點沒跳 嚇到我們毛都掉了你知道嗎 嚇不到吧 這就跟我們第一次唱四七階的時候 我們四七階一開始跳的時候也是 因為那時候四七階是我們第一次練這首歌嘛 然後畢竟那個也是為了一次表演 所以就也沒有練習到像手牽手這樣半年的時間 就是也沒有完全的非常非常已經死記在腦裡了 但是四七階的扣聲超級大聲 然後我們當天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送不出拍子 我們四七階完全就聽不到歌 我們完全聽不到曲子 然後我們就留下了在台上超級驚恐的我們自己 啊怎麼辦怎麼辦到哪裡了 四七階我們都已經快聽不到我們在唱了 真的 四七階完全是不同等級的 真的是留下了滿臉慌張的我們 雖然就是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四七階 因為我們只表演過那一次嘛 然後我覺得最好笑的還是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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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 台北 侯蘭 新北 台北 真的嗎 欸有表演兩次 我們耶我們還有表演兩次 四七階 好像是烏梅只有一次 中年還有一次 真的假的 我不記得我們要表演到兩次 哦 中年一次 我們原來mini concert有表演過嗎 我原本是想綁低的 然後就是把它這樣捆起來 但結果發現做不到 這樣好像 這樣好像沒有很好看 如果是古風的衣服可能可以 啊 這樣子就變包包頭了 因為被我遮住了 不夠長 屋眉屋頂不見的那次 噔噔 啊 對耶 很像羊的咩 咩 我旁邊有人受不了扣聲 哦 對不起了 48C的表演都會打扣呢 咩 我剛剛像羊耶 然後如果把它轉起來就是包包頭了 我現在可以一秒包包頭哦 就是把它這樣 噔 是同一顆耶 又同一顆 同一顆 同一類 哦 對不起 是同一類我看成顆 Daisy那次炸到我們聽不到 二週年那一場會吸音 真的嗎 所以是Daisy那一次哦 呦 醬 醬 這樣子就是對 完美包包頭 醬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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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跟你說大家的聲音會越來越大聲的 包揚我 我變成羊了 就你們選了 Hashu Tak 47J跟Only Today 然後我們喊戀口上喊到快死掉 快看快看 可不可愛可不可愛 喝湯湯湯可不可愛 羊足的順利吧 我還沒收完圖 還在修圖 而且我才收到第二張而已喔各位 你們距離看到照片還要很久的時間 他把耳朵擋起來 是小女生是嗎 就是小女生第一次來看 我這次有看到有人repost 是帶小女生出入坑 然後帶男朋友來 然後但我很意外 我真的很意外會帶自己的女生 會帶自己的另一半來看偶像 真的比較少耶 畢竟范捷尼斯 如果一般就是女性帶男朋友來看捷尼斯 不對 但是畢竟這樣怎麼說也是看女偶像 帶男生來看的話好像蠻合理的 就是反而是比較意外的是 女粉絲願意帶男朋友來 但如果是捷尼斯的話就完全不行了 捷尼斯系我真的很少看到男朋友成功錄坑型的 我有看到人家的report 應該是迪卡上的對不對 因為我這幾天看了太多篇report 我有點不確定他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不敢講我是從哪裡來的 捷尼斯是日本的男偶像團體 但是他其實跟48 Group一樣就是一個很大間的公司 有很多很多很多偶像這樣子 要女生錄女偶像科蠻容易 真的嗎? 真的嗎? 台灣的業界很難吧?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女生喜歡台灣的女偶像的人數好像偏少耶 T組的女性席還超額了 P組的沒有 但是我有感覺到 就是T組的蠻多成員的女性粉絲偏多啊 對吧? 但是因為跟每個成員的風格跟個性還是有關係 48的話帶女友看比較容易 帶男友看比較難吧 嗯... 我不確定我們現在的受眾是怎麼樣 哈哈哈哈 對 韓團跟我們團體的風格不太一樣吧 我旁邊一個女飯跟前面一排一堆女飯 48 Group的女飯有男女友的偏少吧 唉... 這個... 我... 目前... 好像... 沒有很多女飯跟我報告這方面的事情 我好像不知道耶 哈哈哈 先打一個問號 嗯...這個我不確定 但是我目前還沒有聽過 女飯帶... 就我這邊的話 我還沒看過女飯帶男朋友 或者是... 另一半來的 有啦 可能沒跟我講 嗯...對 我目前沒有收到相關的資訊 就算有我也不會告訴你們 是吧 我這樣就是暴露了他們跟我講的秘密耶 好可愛 哈哈 這一次... 哭一回... 這張... 請問一下這張發過了嗎 這張發過了嗎 這張還沒發過對不對 這張發過了 我是真的 T組女性席 還沒好 那我修她 T組女性席 額馬 P組大概七八個 女性席有多少 十五個嗎 表情不一樣 沒有 動作也不一樣 另外一張是這個的吧 對啊 握手繪的時候 發的 好可愛 不過失去了一點點 真的喔 我怎麼覺得有人也暴露了我講的秘密 沒有吧 你那個是公開的 你那個是挺公開吧 安慰 我已經失去了 我的臉 不在 在和你 面 對面 但就像你 悲戀 讓我見你 一遍 跨越環境相擁 這一次 哭一回 你那個是 你悲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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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這個看起來 臉型超怪的 我悲戀 不過失去了 了一點點 傷口卻無限 在隱蔓延 時空的他無限 無法重新歸位 留下一句不想說 什麼我剛剛有什麼表情 不過之前看聖上公演的時候 台下好像真的很少看到女生 嗯 嗯 Daisy的話 其實好像算女方偏少 對吧 前萬張裡有推Daisy的女方嗎 不對應該說其實我 我本人已經算女方偏少的人了 但是 其他有些成員的女方很多 你是女範呢 現上拍觀眾的感覺也不太長啊 沒有我現在女方好多 真的嗎 我的女方算多嗎 謝謝大家 好好好 好 我好歹也是個女的 嗯 你在潘之儀那裡可能不算是 哈哈哈哈 你如果推了潘之儀 就是他的男犯了 哈哈哈哈 女犯啊 公演女犯偏少 女犯搞不好都是山頂 所以拍不到啊 真的嗎 亂講女犯超多 真的嗎 謝謝大家 我也愛你們 哈哈哈哈 不會他現在提到這件事只會爆笑了 然後一直說對不起吧 看你的少是多 說少 我們習慣女犯一兩成這樣了 可能是 可是剛入坑的新犯可能覺得少 一個三角形底十個女犯 倒是 超美好 女犯願意踏進劇場 可能還是需要勇氣 對 來到現場的女犯還是偏少 看Daisy的女生沒有踢足這麼多 對啊 我記得Daisy當時公演的時候 女犯還真的是偏少 至少沒有到很多 就是 怎麼說呢 我覺得可能也不到少 但是沒有讓我們覺得 喔 也太多了吧 這種程度 這樣 真的齁 你這個變態 對我家的女犯們 上下騎手了許多 沒關係 他們應該挺開心的 這半年托寧的服務 認識了許多可愛美麗的女性朋友 對啊 我要報警囉 你今天 他今天還被成員Q 我希望聽到邱品函 什麼 你說 你說今天在P組的時候嗎 然後想要聽到三角形大喊的邱品函嗎 小迪在合照的時候 然後喊說 可以讓我聽見 可以讓我聽見邱品函嗎 我想聽到邱品函 超好笑 超好笑 喔 等一下 來來來來 是小迪說的還是佳麗說的 這個超重要 因為我發現我們 我們家TP5很容易認出人家的聲音 但這件事情我覺得成員會在意 是小迪是吧 好我們 我們 重新更正 是小迪說的 小迪說 我小迪叫邱品函 我做他前面的耳膜直接沒有 耳朵直接不見了啦 對 0303喔 因為是背對的時候講的 對啊 要求大家通靈也太難了 但是我們有機會跟著 我們就來跟著一下 這叫什麼 康悟康悟 嗯 避免會在意的成員 會在意對吧 我們 總是不能落人口舌 三小型今天人生的聲音 真的假的 答應什麼 答應他握手會的那個要求嗎 答應什麼 小迪Q耶 喊到背去 小迪 阿弟 什麼 為什麼 他昨天求償 娶她 秋迪亞說好嗎 秋迪亞說好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秋迪亞你怎麼會妥協 娶她 是娶三長型還是娶秋迪亞 秋迪亞重婚罪啊 真的嗎 昨天有48號 可愛嗎 天安 掰掰 請韓居然 居然 她居然到處取嗎 當場暈厥 直接跪下 很稍微 因為我們不同 不同個性啊 你想聽到答應你的是嗎 冰爵是一家云爵那首的梗嗎 云爵 拜拜 好 恭喜 恭喜 堂堂旁邊的朋友 擁有了冰淇淋 是什麼冰淇淋 是全家那一支嗎 我還沒有吃到 但我今天看到 很多人已經去吃了 謝謝大家跟我報備好吃 我下次會去試試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要先念完版 我再來修圖啊 可是我現在念完版的話就 就可能就時間就到 哈哈哈哈 我念版總是在極限之中 這麼早就念版 我是十點半前啦 怎麼樣 因為我需要一點準備上課的時間 哈哈 我現在不念就要十一點了喔 謝謝貝勒爺帶我去的啦 呦呦呦 就希望貝勒爺帶我去的不要是北極或南極之類的 畢竟貝勒爺平常講話就挺冷 現在還沒辦法把這種漏馬噁心的話 講得像吃飯喝水一樣簡單輕鬆 然後咧 要多讓練習好吧 那就 就和哨逸加油 呵呵 啊可是 我平常就不是特別會應對漏馬話的人 請問一下大家可以教我嗎 就是 這件事情我學了五年了 我一直沒有辦法學習面對 會對我講漏馬話的人 我應該要怎麼回應 你們覺得我應該要怎麼回應 單推命命暫時 這個很聰明 100分 沒錯 單推的是暫時的 哈哈哈哈 啊 終於有人剛錄坑就領悟了這個道理啊 呵呵呵 真的嗎 我應該答應他嗎 是嗎 當然是要害羞啊 就只會笑場然後蹲下來 對我只會笑場而已 呵呵 呵 我只會笑場而已 知道你喜歡回來我只會 我只會 我只會笑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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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平 可是沒有啊 我就是對 我會害羞 他看起來現在被講回來真的嗎 想要聽到漏馬話的回應嗎 好油喔 但我可以試試 哈哈哈哈 明月已經跟我講過了 你曾經也是這樣的漏馬達人 那就害羞啊 對啊 那我要 就你講完 只要我要跟她說 嗯 不害羞啊 哈哈哈哈 你以為我喊出來不會害羞嗎 我以為你已經快要免疫了 好啊 那我只要先娶每個女犯來練習了 我也要成為多妻子 哈哈哈哈 我下次可以準備 嗯 不知道 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我們4月1號有首途動漫展 什麼時候有這個節 這個牌 這個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呵呵呵呵呵 我超級不要害羞的啦 我沒有想聽漏馬話 呵呵呵呵呵 要不是遇到了太多漏馬人 我本來是沒有想要跨過這個關卡 真的假的 我把節目表上有寫手 手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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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說日本館演出 但是台中根本沒有日本館 等一下 可是 我們收到的資訊 在日本館欸 哪裡的尾巴 那我要確定一下 所以 所以 我看一下官方的網頁 對 嗯 好 我來看一下官方的網頁 我我們的官方嗎 還是沒有 當天肯定是不會出現一個日本館的吧 呵呵呵呵 漫展的官網 漫 台中漫展的官網 對不起 我們這個算是 是我們不求聖節 是 是我們的問題 是我們的問題 是我們 好 好 看一下喔 嗯 台灣指標性偶像團體 AKB4DAY TTV 2023 台中國際動漫街 開幕 將與曼寶 樂虎 一起 一同演出 樂利台中 照片 由左到右 啊 這該不會就是有寫體重的那個吧 啊 有什麼毛病啊 為什麼要把體重寫出來 OK喔 呵呵 好喔 好喔 嗯 好不然就是這個 嗯 嗯 嗯 4月1號 上午10點半 呃 於台中國際動漫節舞台 會與動漫節形象大使曼寶 以及台中式吉祥物石虎家族中的 樂虎 是對這個 體重的部分 人 欸 那我就還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目前看起來是 只會有 現在看起來就是只有跟 來來來 不行 我跟妳說的大акс 大家給我 有两分钟的时间 毕竟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官方资讯 但我现在开始怀疑了 所以你等我一下 现在看起来 我们一样是有动漫节记者会的部分 那记者会的部分是跟石虎还有漫保共舞 然后我们自己会再有一个AKB的舞台 有自己的表演 但是可能那个舞台不叫日本馆 是吗 跟你们说 姐姐说 可是 可是上面的人说是日本馆 看起来也不是姐姐的问题哦 好 那你再等我一下 咳咳咳 呼吸 我跟妳說現在呢這就是一個那個叫做什麼 之前有一個這個叫做就是打開這個箱子有或沒有 要打開這個箱子才知道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來著 啊沒錯沒錯薛丁格現在就是薛丁格的日本館 這個當天妳到了現場才會知道究竟有沒有這個日本館 沒有到現場之前都不知道 對好嗯好然後我想再來看一下這個首度活動是指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沒有收到通知 但應該是有這個活動 對 既然有分享這個薛丁格的首度 就是現場一定會有這個首度的部分 但這個首度的內容跟詳細情形就是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到官方通知可以再來通知我 9月4分之3號的日本館 沒錯對就是這麼一回事 到時候我們有最新的通知呢 再麻煩如果你們先知道就可以通知我 那如果我先知道我就通知你們 那就看誰先知道好嗎 到時候就是再跟我說 對麻煩你們收到這個內幕消息的時候再告訴我 喔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謝謝你夢到欸 喔我被通知到了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 這個在大家的夢境之中 就是下一次可能是會有一個這個首度賣東西的環節 希望大家當對我們保持一個密切的聯繫 在下一次這個台中的環節 開始之前我們再進行一個聯絡 就是下次通靈通靈完之後可以跟我聯絡一下 謝謝 究竟會不會有這個機會 我們把台北的日本館成功的搬到這個台中 就是硬要在我們表演的環節 把上面那個扛棒拆掉說這也是日本館 那就看我們當天有沒有這個辦法 對 啊目前呢 這個台中動漫節的舞台應該只有一個 所以它應該沒有分館 它就只有一個這樣子 對 所以它就 就一個 一世界的日本館 對 啊我們把它稱之為日本館 但它其實在別人的這個認知裡不是日本館 這樣 哈哈哈哈 通靈之樹 好的 反正就是呢 我們台中動漫節4月1號當天呢 在記者會上跟我們的表演上呢 都會有精彩的演出 希望大家台中動漫節4月1號可以把時間留給我們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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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確切的舞台表演一定會在動漫節開始之前跟大家確定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 沒錯 一個日本館 嘿 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啦 那我們先念版 我再來修圖好了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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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事 就是 就是這樣 對 當天只有那個舞台 沒錯 不要懷疑 真的 真的 就只有那個舞台 沒有日本館這樣子 然後就是 會說這樣就是 像日本館一樣 我們當時有一個獨立演出 所以就是不只跟吉祥物一起合作的舞台 我們也有自己的演出 這樣大概懂嗎 然後我們的演出不是接在吉祥物後面的 就是自己的一個時段的演出 然後大家再仔細看那個台中動漫節給的新的詳細資訊 接下來就是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情報 那首度活動的部分呢 當天呢 我們應該會在現場有販賣這個 東西 嗯 就先不講內容 就是可能會有販賣東西的環節 那當天呢 就是可以來跟我們 其實很像我們三四年前的一日店長這樣子 就是我們當天呢 就會負責當一日店員 那大家記得來找我們喔 翻賣粉師是什麼 ノ 對 我們都穿一個日文主題冠 嗯... 請問該賺多少錢啊 嗯... 黑卡 好啦就這樣 就是 會 所以大家誤會了 此日本館非比日本館 不是只在日本館這個表演 是指說有像之前在日本館 就是一個獨立表演的樣子 希望大家就是傳下去 傳下去 啊 幫我傳下去 幫我把這件事情傳下去給大家一下 能不能刷卡 我們之前的活動應該是不能刷卡吧 對不對 我們現場販賣的周邊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辦法刷卡 要刷卡的話可能只能關網 就是在我們的Tintp 關網 因為之前都不能刷卡 我們所有的現場 刷卡的話還要再準備刷卡機之類的 我想我們應該是沒有去申請吧 刷卡時間會排很久 當然是沒有辦法準備 沒有辦法賣 詳細是賣什麼呢 我們要到那幾天你們才會知道 好不好 所以其實我不確定 那幾天你們會不會知道 說不定要到現場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我過幾天再跟你們確認 我過幾天 如果你們有夢到也可以跟我講 我過幾天會努力尋問一下 再跟你們說 好 好 就這樣 賣 剛剛有人說賣粉絲的肝耶 你要吞進去嗎 好啦 那我先念榜好了 然後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有人講說 那個撈麵的部分的時間 我不知道你們收到時間了沒 可是有人說晚上不行對不對 請放心這次在下午 所以這一次是在下午 你們收到現場的通知嗎 知道了公布了 太好了 對 就是這次是在下午 所以如果晚上是要趕去哪裡的話 就沒問題囉 現在在下午 然後因為TP才一般只有一個小時 不意外的話可能也只會耽誤大家到一個半小時上下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我突然沒修完 我先念榜好了 不然我永遠修不完 對 好啦 念榜 剛剛好 我待會下播 然後馬上發文 你們就去留言 耶 100分 計畫通 喔 今天的第15名 今天的第15名 是誰 今天的第15名是 喜歡的都讀書去了 是我的錯嗎 不是 喜歡的都讀書去了 就代表你喜歡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課業上跟偶像上面 但是有些事情總是沒有辦法馬上兼顧的 而且我覺得讀書對我們這個年紀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很支持大家 先去把書讀好這件事情 就是包含我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把書讀完 對 然後 但是 你要相信他們 就是 讀完書之後可以更加的用心在偶像的事業上面 所以 請好好的應援他們讀書了這段時間 然後 我相信你想著他們 他們也會感受到力量 然後說不定 他就會考到好學校 然後馬上回來 怎麼樣 真的 就是讀書真的很重要 所以 其實我覺得 更不要說 因為他的疑問是寫說 喜歡的都去讀書的是我的錯嗎 我覺得 其實 反而我覺得應該換個想法 因為他 你知道 日本有很多成員 因為要回去讀書 所以 離開了 就是 無論是以畢業的方式 還是退團的方式 但是我們這裡的大家 就是 雖然回去讀書 但是就是 可能會請假 可能重要考試的那段時間 而已 然後其他就是 都還是會正常的再回來 提皮進行他們的偶像工作 我覺得 只要還能夠看到 就是 只要還在團內 就都還有見面的機會 但是 如果像 日本那樣 就是偶爾會看到一些成員 為了兼顧 學業 可能覺得很困難 然後離開 我覺得那才是 更難過的 所以 如果他只是跟你們請個假回去讀書 我覺得都是非常值得支持的 所以希望福福貓不要太難過 而且現在終於可以看到現場了 有沒有很開心啊 謝謝福福貓 雖然你穿了竹竹梯 但我要正開心 耶 對 日本為了學業活修畢業的都很多 沒錯 就是 我有看到 有一陣子 他們很多很多人都是因為說 在學校 比較難兼顧 所以就選擇離開 這樣 但他們的通信教育比較發達 通信教育是什麼 你說網課嗎 就是在網路上面這樣上課 對不起 我的用詞 可能已經有被 就是 有被影響到 但就是 是同樣的道理 對不對 日本藝人都是通信教育 不用去學啊 台灣沒有這個制度 甚至 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 因為日本的同心 是非常非常的發達的 所以他們不只有通信教育 他們甚至會有藝人學校 那藝人專班 他們就更知道要怎麼樣去 穩固 一邊穩固事業 跟一邊穩固學業 所以 他們其實有一個比較完善的 演藝圈制度 但台灣其實沒有 所以 老實說 我覺得 現在還在就學的所有成員 都非常的值得敬佩 尤其是 有一些 嗯 老實說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 高中的時候 我甚至覺得沒有那麼有壓力 就是因為 學校對我來說 當時的課業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然後一邊堅固我覺得還好 但是上大學之後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吃力 因為 上大學之後 你需要自己去安排時間 但是 大家也知道 就是 我們來 以我們來說 我們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在練習 其實不是表演 就是我們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在培養默契跟練習 但是這些看不見的時間成本 非常非常的吃力 所以 在大學期間 能夠一邊兼顧 課業跟 事業的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 希望大家都可以給 正在一邊讀書 然後一邊努力 在偶像上面的 這個 成員們 一點鼓勵 然後就是 如果偶爾 會發現他們有點疲倦 或者是說他們 可能非常的認真 在這個功課部分 然後可能比較少發文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 就是大家可能要給予一些 嗯 就是 要知道 學習是很困難的事 大家都有經歷過 是的 而且要找每個教授超麻煩的 我當初大一的時候 進去 我幾乎每個禮拜 都在跑教授的辦公室 因為教授不一定在辦公室裡面 我還要去跑 我還要去看他的課表 然後衝去他的課堂 然後等到可能要站在外面 20分鐘等到下課 然後 再老 而且有些教授還不下課 就是超氣的 就是可以下課嗎 可以好好下課嗎 教授 然後因為就是可能是學長節的教室 我又不敢衝進去 然後我就只能站在外面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報告 那個 請問一下老師你有空嗎 對 所以就是大學真的很辛苦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的 好好畢業 學霸的部分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很學霸 我學霸的部分在國小的時候 我國小可是學霸的 真的大學很辛苦 沒有我去辦 老師辦公室 而且有些老師是不回Mail的 你們知道嗎 我最快瘋掉了 有些老師根本不回Mail 就是傳了一兩天 然後都沒有回 我就只好去賭人 對 沒錯 小四傳說 M.B.T.I. 我是 是問那個嗎 競選者那個嗎 賴跟Mail都不回 對啊 氣死了 到底為什麼要給Mail 要說不回 要說不回 找到就不回 我就不傳了 我是競選者 然後 我是 好像是外向型競選者吧 我看一下 我記得我有存在我的網頁裡面 在一起 說 我是 是EMFPT 而且聽說 就是你們知道嗎 演藝人員多數都是 幾乎都是競選者跟表演者 多數的演藝人員都是 就是 看得出來 何少益基本上算是表演 就是是 非常有表演 就是是在表演的人吧 就是 怎麼說 我有點難講那個感覺 就是 很願意去 展露自己 分享自己的人 我沒有 我從來沒有開過學校的Mail 我是用自己的Mail 你有聽懂嗎 教授回Mail是看你傳什麼Mail過去啊 我用的不是學校的Mail 那 學校的Mail 基本上也不一定要用學校的Mail傳 這樣有聽懂 是不是聽不懂 對 可以不用用學校的Mail寄給老師啊 所以我從來沒有開過我自己的學校Mail 簡單來說還可以說是個斜咖 你好 那我也是個斜咖 真的 自己韓圈字圈都有混 好像很多都是喔 可是其實我們 我們的成員 蠻少是競選者的 我很意外 我們的成員 那個 人格很多元 我目前沒有遇到很多是競選者的成員 哎呀 我要繼續念版了 我剛剛念到幾了 今天的第十 啊啊啊啊 我剛剛在跟福福貓講話對不對 今天的第十四名 妹妹雖然不是第一次握了 可是還是會緊張啊 公演太難搶了 只能盡力搶看看 好了沒問題 4月15號等你來現場好不好 謝謝嘎逼 老師不會開賴群嗎 有些老師會 有些老師不會 而且當然難找的就是不會開賴群的老師啊 有些老師就是不會 不會就是不會 氣死我了 你知道有些老師甚至就是停課 然後學生還會收不到訊息嗎 我們之前就有遇到學生已經到教室了 然後然後我就就是就有幾個同學說 就是他們還在 就是他們沒來 然後我們想說 欸為什麼有些人沒來 然後就問了他們說 欸老師有說要放假啊 我說什麼時候 老師啊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 大家都接受得到通知的管道 今天的第十三名 妹妹直播辛苦了 只推本文求那麥囉 握手揮現場看到妹妹覺得好帥好漂亮 手上手從未沒搶到票啊 但聽完老闆分享 我越來越期待現場可以聽到老闆唱了 天玲 那我們四月手前手見怎麼樣 有沒有自信四月可以搶到票啊 謝謝天玲 但是你是本玩強大面推的話 你兩場都要看欸 因為我在T組可能是L一直在P組啊 除非李嘉莉要來代位 或者 我想想或者是我去代位嗎 好 好啦今天的第十二名 今天的第十二名 直播辛苦了 聽你分享這感覺 手牽手公演很精彩很棒 第一場沒有搶到票蠻可惜的 期待下一場公演可以順利搶到票 可以北上去看你們公演啊 期待那天都來 昨天公演藍酒館都表演都辛苦了 早點休息晚安 晚安大餅 啊大餅也是 大餅嚴格來說也算是本玩強大面推對不對 因為你推例子跟我 所以 那TP都要搶到喔 加油 大家 現在推分在兩個組啊 之前分三組更困擾吧 對不對 今天的第十一名 又是個100%滿電的週末 電量已經爆表了 雖然在山頂還是很快樂 話說 算算的字看得清楚嗎 不行的話再改喔 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這一次的燈光問題還是怎樣 但是在後排大家舉的東西其實沒有很明顯 嗯 就是比之前還更吃力才看得到 是吧是真的要再一次雙馬尾才會放過我啊 頭疊換了 教徒手拿著一瓶醬油跟裝完糖糖的罐塊要去搭飛機 在路上看到了彩虹 哇 那你也是很花心耶 謝謝遊戲喔 100分 這個 下面那一串超級厲害的 大家看得出來 他一次心中有誰嗎 真羨慕樓上的各位 其實分組後我只要搶一組就好 現在推都在同一組了 真好 是不是官方的計畫 我絕對也要想辦法搶到 我在生日當天看公演戲就很幸福的事情啊 真的 加油 加油 覺得要搶到了吧 你也是推被分再來兩個組 這就是官方的企劃 對 都善良 有一百分我也不會偷走他 我深愛著你其實你不知道啊 我深愛著你也從來沒對你講 有 今天有第十名 面面直播辛苦啊 昨天的公演真好棒喔 直接嗨到爛掉 嗨到我整個放開喊扣 很棒喔 才來幾次就已經放開喊扣了 是件進步很大的事情 雖然都是先聽別人喊再跟著喊 沒關係我昨天啦啦隊喊應援也是看人家怎麼喊我才跟著喊 但這次喊的絕對有比之前幾次的公演還要多喔 尤其是喊你的Catchy Fest 還有喊Sobacom的時候 那大家覺得這次Catchy Fest 有沒有就是 我其實有先教大家 因為我想說這一次基本上應該現場還蠻多平常不會看到我的人 因為再怎麼說TicTacToe的前生還是Bellflower的人偏多 所以基本上有看到Sakura跟Daisy的人可能會比較少 所以我想說我之後還是會乖乖都在叫Catchy Fest 大家要不會講不會念的要認真學喔 但現在在場的大家可能都會喔 已經喊到完全沒有在管喉嚨了 啊啊啊啊啊啊 真的是超盡興的超讚的 我的天啊 你的喉嚨還是要好好保護吧 畢竟你的本業還需要你的喉嚨啊 然後這個月真的是如夢似幻啊 已經連續好幾個禮拜 各位可以看到妹妹了 對我們現在要把疫情期間的份全部給我補回來 補回來 是不是 大家有感受到整個3月塞滿的TP嗎 每個週末都有 謝謝阿伯 努力學一下我的那段 其實我那天一直講錯一個詞 我說今天要收成 不是要收成 我是要講驗收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收成 就是 就是昨天是這個公演打扣的驗收日 大家昨天表現得怎麼樣啊 現在沒有人喊胡堂好不好 我們家醬油都很乖的 今天的第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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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推人 抽宰子Kawaii 送完醬 公演真好玩 下個月還想去 老闆可以幫我搶 幫我搶票說聲加油嗎 我可以幫 我可以 為了你去搶票說聲加油 但是可能沒辦法幫你搶票 哈哈哈哈 老闆你可以替我說聲加油嗎 這是我們最近在賣的愛心筆 不是在賣愛心筆 好想坐左邊一點啊 妹妹 但是其實 因為我手牽手中間的位置偏少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左右都還算多啊 但籃球場好大好緊張 色恐 還是鼓起勇氣喊了妹妹 我有聽到喔 而且籃球場回音超大聲的 我兩邊蠻多的 但是手牽手就很難 很難推薦大家買中間了 因為我的手牽手中間的部分蠻少的 所以在中間的話可能就是會需要 這樣子 會離我比較遠一點點 那就是如果坐左右邊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看到其中一部分 因為我算是一半一半 就 我沒有認真算過啊 但是其實算是一半一半吧 如果是要走心神曲的話 走心神曲的確就是在我的右手邊啦 對 前半後半 差不多 籃球場很大喔 真的很大 今天的 好 那我要再說 天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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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搶得到 搶得到票的 就是如果沒搶到的話就是 我的幸運值不夠了 謝謝天瑜 今天的第八名 嘿妹妹晚安 祝上課修圖 春粉大勝利 台中人似乎4月1日有福了 可以開始拉朋友了嗎 完全可以 而且你還要拉你的朋友陪你夜排 最近笑話似乎不夠力 不知道握手會的搭電梯有幾包 幾包 決定要來個地獄梗喔 OK EP31 湯頭 我覺得這個湯頭沒有記憶點 那個男人皺著眉放下了碗 旁邊的客人對他說 夠了啦 你已經不是美食評論員了啦 對啊 喝完快去投胎了啦 孟婆怒到 孟婆怒到 我覺得 這個文章 很有記憶點 這個才不是第一個吧 他其實也是可以繼續在不同地方當美食評論員啦 這個湯頭 很有記憶點 好喔 雖然我覺得不是好笑 但是這個內容還不錯 這是第一個嗎 孟婆在地獄 孟婆有在地獄嗎 孟婆不在地獄吧 孟婆在黃泉路上 他不是在地獄的 他不在地獄的範疇吧 孟婆人是所屬地獄的嗎 孟婆人是所屬地獄的嗎 這是想見你的插曲喔 但我還好 我沒有很愛電影版的 我想聽面面講那個秋葵的笑話 你說 不行 你現在一時之間 我那天複習完還覺得很好笑 我現在就不記得了 看來不適合跟我講笑話欸 對啊 孟婆正確來說在奈何橋 在踏往黃泉前的路上 在奈何橋上 算是地獄的公務員喔 黃泉路請問是屬於哪一區的 好啦 我覺得廢樂爺其實這個內容還不錯 就是蠻有創新的 謝謝廢樂爺 他這孟婆是投胎前的關卡 應該算是地獄的出口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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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在小春夏天陪你遇見浪漫 把你很好看 的夜 喔 傍晚 喔喔喔喔喔 今天有第七名 初日戰戰 愛著你的我 愛著他愛生太牛 24小時載我 男孩攀旋不休 登登登登 今天有第七名 謝謝愛著我的熊熊 耶 最新琴勒神曲 最新搶 這叫什麼 走心琴勒大 大賞 今天的第六名 欸但熊熊你真的很棒耶 我發現大家真的非常的捧場你的支援回收 你獲得很多人的愛喔 孟婆所屬地府 所以他真的還是地府的人 所以他真的還是地府的人 耶耶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誰我 夏娥 你就是熊熊的愛裡面佔比很大的那個你知道嗎 所以夏娥是時候應該要把一點點熊熊的愛 就是 就是熊熊把很多的愛放在夏娥那邊 夏娥應該要分一點點的愛放到我這邊 就是把熊熊的愛回收到我這邊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大部分都是主委幫忙的 熊熊好了啦 這個名字我實在是不好講 愛情轉移啊 我看一下喔 有喔 麵媽這裡給熊熊100分 他真的笑死喔 謝謝醬油們的用心 取悅到了他 欸你被打分數了 好麵媽給你100分 滿分可能是1000 麵媽很滿意 他整個笑死喔 請問麵媽你第一眼有看出來他在cos什麼嗎 麵媽你要老師回答喔 有嗎 麵媽還好嗎 麵媽穿住 麵媽很捧場喔 欸我很好奇欸 難道真的只有我一瞬間第一開始沒有看出來嗎 請問一下您一開始看到的是支援回收嗎 蛤 蛤 有 有 他第一眼就知道是沙沙 看來 熊熊跟麵媽頻率有對到 哈哈哈哈 有欸 麵媽有欸 麵媽說第一眼就是沙沙欸 太神了啦 麵媽 不敢相信 熊熊該推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偽摘麵媽 厲害厲害 是我是我有眼不是沙沙 今天的第六名 今天第六名 期待下次的見面 謝謝玉安 好啦我會再放幾張 手牽手的照片 但應該不會有全部的衣服喔 我在等玉安現場來看完所有的衣服 我再來發全部 謝謝 請問玉安 是什麼時候 最近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參加活動 你有沒有預計一下 下一次搭這個回來的班機是幾月 跟我講一下 我看我有沒有當天 我那個月有沒有活動 哈哈哈哈哈哈 她有 麵媽說 能看出來她是沙沙 是因為她有友善的旗 友善的旗 你是說 友善的旗 這個是旗 她有友善的旗 誰說支援回收不能有友善的旗 哈哈哈哈 生出友善的旗 我可是跟那個旗握過手的人 大家是不是都沒有握過那個旗 我很厲害吧 我可是有跟被旗 我可是有跟她的熊手熟 握過手 這個我不懂 就是那天熊熊cosplay 沙沙 我雖然沒有沙沙 但是我有羽羽 我出生一下羽羽 就是 我有羽羽 她有這個 可以握旗 哈哈 開出花一朵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她的友善的旗 嘿嘿嘿 好好笑喔 羽羽的旗比 對啊 羽羽的旗比你的大一點 你的旗就一半 你的旗就一半 你的旗就這樣子 哈哈 雖然現在沒有蝦蝦 可是有羽羽啊 你願意跟羽羽做朋友吧 熊熊 我跟你說你可以 看看 我有 我有熊的 沒有 刻畫著幸福的 風呢 這樣子 然後 我跟妳還有一個 熊熊我突然找好了 像今天 我今天把他收去哪裡了 好我應該收進袋子裡了 那我現在生不出來 你讓我想 我找一下 你讓我找一下 你讓我找一下喔 可是我這樣是不是就 它可能完全適合 什麼意思 蝦熊蝦熊 找找 好 沒有按摩 沒有耶 耳朵還在哪裡啊 耳朵咧 耳朵 耳朵還在哪裡 看一下喔 好 看一下 看你的頭 UNCALL HET X 韓 阿多 HIE 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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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人上場 救救 越好到白糖 你淵淵的微笑 衝笑 我被指甲 我吵了你指甲 我吵了你指甲 我和味道 是甜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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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你每個 和你修的反應 這樣可以嗎 我這樣有長的 既然熊熊這麼努力的 COSE瞎瞎我應該 來COSE一下熊熊吧 這樣可以嗎 兩隻帶法 應該是應該 我其實不知道蝴蝶結在裡面還是外面 我試試看很煩 啊 這樣好像合理齁 這樣子比較合理 這樣子 為什麼今天開始動在右邊 瞎瞎的眼睛長出來了 時尚研究社 這個是時尚研究社的 但這個不是 這個超好摸的喔 但是因為我一直沒找到衣服搭他 沒想到居然今天用上了 雖然他還是沒有跟衣服搭到 我現在是不是很適合長去迪士尼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偶爾COSE一下熊熊 好啦 那非常感謝你取悅了麵包 下一位 請問下一位要怎麼取悅麵包 今天的 第五名 剛剛有幫玉安拍掉手嗎 有吧 希望玉安可以早一點回來看手牽手 今天第五名 跟老闆過了一個很開心的週末 掃錢掃跟球場都很喜歡 最近都有站位通靈成功 感謝老闆保佑 心得在補格林 下周晚一點 後天見 會記得帶Tim去撈麵的喔 我其實現在很擔心這個撈麵的部分 我其實覺得我沒有這個方面的天賦 所以希望大家 當天真的如果被我的麵打到了 也不要怪我啊 不可以告我喔 你們這個之前節目應該要給你們簽一個 就是被打到 也不可以生氣的這個 合約 大家 不可以告我喔 謝謝 謝謝小安 這個就是 對 我撈麵可能會把它當彩帶丟 100分 好了 今天的第四名 主播辛苦了 主播跟公演都辛苦了 這次真的很幸運啊 第一次就抽到了C牌 現場看的時候 完全不是線上等級的 很有氣氛也很暈 但UNIQ的時候 開始頭超級痛 為什麼 你怎麼會算頭痛 該不會是因為 烏梅的冷氣之類的 還是因為太悶了 也有可能是太悶了 很盡力專心看了 但沒有辦法 如果看到有個人 好像快要死掉的樣子 那應該是我 還好Innocence 開始就好了一點 想寫report的時候 發現中間真的想不起來了 很遺憾浪費了 這麼幸運的一次機會 藍酒廠那實在 山頂盡力 有喔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你們知道 我們正前方的右邊 有一群人站在樓梯 二樓還是三樓的樓梯 有舉退金 然後左後方上面 也有一個人舉退金 請問我目前講到有你嗎 然後 但是後面區域的話 好像沒有 後面區域的話 就沒有人是 推金了 可是 我很意外的是 很多人 雖然有一些人 在滑手機 可是 都有留下來耶 為啥 就是有一些人 有留下來看我們 可是就沒有很認真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麼乖 但還是很開心 希望他們 就是留下來 聽我們唱歌也開心 這樣 我在二樓拍照 每時間只退金 啊 在等理想混蛋啊 我也想看 理想混的唱歌 好啦 非常感謝Jacky 不會的 你這次這麼幸運 下一次就算在不同位置 你就可以從不同位置 觀賞UNIQ了 有有有 爸爸媽媽很多 留下來看我們的 而且還有小妹妹跟我們說掰掰 賽後還會丟禮物 喔對啊 我們 那天 欸 我們在上場前 他們就有丟毛巾的樣子 對吧 有丟勇士隊的毛巾 站在山頂局的推金 我有看到啊 如果是賽亞恩的話超明顯的喔 非常感謝教我們做的賽亞恩 超級明顯 今天的第三名 今天的第三名 他說剛剛有金色點燈城堡 是幸運裡的大獎耶 難怪他這麼華麗 全金的耶 孔金耶 孔金就是用金做的 手牽手 出日跟直播辛苦啦 雖然沒辦法 來 但是我也會把 Team4的手牽手開了一遍 希望之後有機會能夠來 至少讓我這個大盤子回血 這兩天有空就在熱情燃燒完之前 馬不停地把你們表演過的歌都放進去網頁啦 有些歌是我對著節目影片慢慢打進去的 看來我也能被 嘿 沒錯 你也在努力被怎麼打call呢 好 那我這裡就這個友情宣傳一下 AKB48 TTP 歌曲應援教學網站正式上線了 想跟上每一場粉絲們喊的call嗎 或是你聽不懂旁邊的人到底在喊什麼嗎 來看看這裡的教學 單曲 reset公演 以及演唱會裡 所唱過的歌 還有手牽手裡面的歌曲 全部都有應援教學喔 在下方的這個HTTP 自己點進去這個網站 嘿 還有想要認識TP多一點的嗎 如果有就是想要了解TP的成員 或者是TP之前的禮食 還有成員的人物特色 AKB48 TTP的Wiki也可以幫助到你喔 太酷了 該不會是有進那個危機改一下我們的資料吧 有折扣吧 你又沒有要在打扣網站裡買什麼 你是要買什麼 耶 謝謝 非常感謝小易認真的製作這些網站 耶 喔不是 今天的第三名小易 好嘿 希望接下來等你回血 差不多可以正常活下來之後 最後要來看我們手牽手喔 好嗎 知道嗎 我們是TikTok Toe TikTok Toe你又來喔 你不可以只去看PKB喔 想了解我嗎 想了解我的話 請問有我的維基百科嗎 連我跟你們說就是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不是要去填一些那個 試鏡資料嗎 然後有成員就說他們是看粉絲幫忙寫的維基百科去寫自己的那個資料 然後我就找不到 因為我找不到我的那個歷屆生品 不是就是演藝經歷 所以我就自己寫了 還是我現在可以跟你們講 哈哈 因為 因為有些成員是直接付自己的維基百科內容 很100分耶 然後我跟你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我自己寫的在哪裡 看一下 我把它寄在記事本裡 有很多喔 我花了一整個下午寫的 欸 在哪裡 好我要開始囉 自己寫自己的維基百科 嗯 我寫說 主持經歷 2023年 TICA 台北國際動漫節 日本Sony Music旗下歌手 Krake Sound的簽唱會舞台主持人 表演經歷 2019AKB48TTV High Breeze 微風南山 2019AKB48 小巨蛋演唱會 嘉賓2020AKB48TTV 宜蘭熊讚 跨年網會2020 少女咖啡香遊戲代言人 2020 Life Asia Festival 演出2020 綜藝大人們 猜歌王大賽決賽 2021 高雄大港開唱表演者 我們終於隔兩年又上大港開唱了 雖然這次沒有我 2021AKB48TTV 台中赤身躁動音樂季 2021AKB48TTV 桃園陽光劇場開幕 2022 王國紀元手機遊戲代言人 2022AKB48TTV 台北燈會聲炒花燈 2022AKB48TTV 桃園十安加電話 2022AKB48TTV 蝦皮雙十一表演女嘉賓 2022AKB48TTV 即時行樂 桃園機場購物節 2023 TICEA台北國際東方節開幕表演嘉賓 歌曲 MV拍攝 AKB48TTV 看見西洋了嗎 MV拍攝 AKB48TTV 5號5號AV拍攝 AKB48TTV 1秒1秒1號 MV拍攝 AKB48TTV 5個5G rumor MV拍攝 AKB48TTV 孟之河 MV拍攝 AKB48TTV 1位喜歡你MV拍攝 謝謝大家 以上是我的履歷 大家可以知悉 雖然有人說真的要寫的話要抓重點 可是因為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目前五年來的重點太少 如果寫出去東西太少的話 會被 會被看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寫得很精彩 啊 CWT沒念到欸 居然 2022 我看一下這個時序 CWT應該是在 2022的 我確定一下CWT的時間 很豐富的履歷 1210 所以我在 什麼 什麼HR不會看吧 嗯 有可能不會 等一下喔 桃園機場的那一次是幾月幾號啊 桃園十安的話是在 桃園十安是10月 欸不對 那我桃園十安應該放前面 桃園十安應該放在蝦皮雙十一前面 然後在雙十一表演很厚 是寫了2022 CWT CWT62 我們算什麼 表演嘉賓 開幕 我們也是開幕嘉賓吧 開幕表演嘉賓 開幕表演嘉賓 沒有既日騎師吧 這個人家才不會看日期好不好 這種都寫悲凡嘉賓就好 只要寫悲凡嘉賓就好 好那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請問大家 我們還有什麼很重要的很厲害的 就是經歷我沒有寫到嗎 剛剛有想到 剛剛有講到說為什麼 就是有一些可能對大家來說 沒有那麼大型的表演也寫進去 那我有講原因了 就是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大型表演還是太少了 如果寫的很少的話 就是 就會被看沒有 然後因為一般出去應徵 也不是 就是一般出去寫履歷的話 不會太寫自己的表演 因為寫自己 我們自己的表演其實就是圈內表演 那別人當然要先follow我們才會知道 所以基本上沒有辦法寫自己的表演進去 跨年夜 跨年的VR我沒有更新到 因為我這裡只寫到 我只寫到2023出的 我沒有寫到 對耶 趕快寫進去 2023 VR 跨年 那個title應該怎麼寫 對 楚心耶 對耶 北流北流 還有嘉義跨年 2023的嘉義跨年 居然沒有寫到 2023 嘉義是跨年 我要去更新 呃 你們覺得我要寫嘉義跨年晚會 還是要全家一起來跨年晚會 好啦 就嘉義是跨年晚會 嘉義是跨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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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嘉賓 表演嘉賓 你看很認真在寫履歷表 We are 要寫全名吧 2023全家一起來跨年晚會 好 那我們寫 全家一起來跨年晚會 全家一起來跨年晚會 表演嘉賓 好 然後 但10月後很多演出就是了 有喔 顏雅倫主持的 LiveAsia 剛剛有寫進去了 全家一起來跨年晚會 表演嘉賓 台鐵要甩面 就真的不用 啊 好 然後 We are We are要怎麼寫啊 你們覺得 We are 最佳女友第一名 應該是沒有辦法寫 其實We are打出去就寵明了很多 我打節目 We are我們的除夕夜 我們的除夕夜 除夕夜 呃 啊 台南搖滾春天演唱會 今年的 補一下 要加文化總會特別 文化總會 跨年 特別節目 然後 2023 台南搖滾春天演唱會 表演嘉賓 嗯 今年的 對我今年的都沒打到 欸 喔 對 不是跨年 是除夕夜啦 除夕夜 欸 除夕夜特別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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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十點半啦 好好好好好 我要 我要下 我要對禮拜 就是我 今天的第二名 再給我五分鐘 謝謝一二姐姐 謝謝姐姐 公演辛苦啦 能在初日就做到前排 完全沒有選到 在那麼一瞬間我們就對到眼 對吧應該有吧 明明就對到很多眼 雖然羨慕的時候 還是應該是沒有跟你打到招呼 不過可以看到這麼可愛 有活活力的你也讓我精神 精力恢復100% 絕對不可能 所以走走吧 欸 才第一次看手牽手 如果有辦法睡著 那我也是扶了你 希望下個月公演 也可以成功達成這樣 才可以對你救出 最喜歡的是你喔 一直一直都要你喔 下下富娃姐姐 喔 富光有色賽後表演 應該也可以寫 我待會補 非常感謝大家 現在努力的幫我寫我的履歷表 那我也期待大家 可以整理我的履歷表 笑死 謝謝 謝謝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第二名 就非常感謝富威姐姐 坐在一個這麼優秀的好位置 期待接下來的每一場手牽手 你都不會睡著喔 今天的第一名 直播公演賽後賽辛苦了 對面面我不會輕易走丟的 我會把之前來不及說到 恭喜都補給你 這次手牽手出了也沒搶到 希望下一次可以搶到 去看面面的表演 希望下一次4月15號 就可以見到好好本人喔 謝謝你 好嘿 謝謝好好 太好了 我們度過了一個充實的週末 那接下來呢 就是迎接4月 我看一下喔 這個禮拜還有什麼 先迎接看到這個 先迎接海底撈麵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 4月1號對不對 中間沒有活動 對 就是4月1號的台中動漫節 然後直播的話呢 這個禮拜應該是 喔 我的晚上都打到了呢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3月22號的 可能沒有意外的話可能是 什麼 什麼 大家快下班的時段之類的 大家快下班的時段 我想說 要中 其實我中午跟快下班的時段都可以 但可以看你們 請問中午 就是下午時段比較愛 還是快下班時段大家比較愛 然後 然後 禮拜 應該是禮拜日直播喔 3月26號 3月26號的晚上8點 這樣 好晚上是吧 好那就大概 3月22號應該是晚上下 就是下午接近大家快下班的時間 這樣 22號還好 23到25要出差就比較難錄影 欸剛剛好23到25都沒有直播 是3月26號要直播 剛剛好喔 好啦 那就這樣囉 接下來還有什麼最近的活動嗎 4月1號 沒有 就這樣 謝謝大家 4月2號有大港 但是我知道大港開唱 殺得很多人措手不及 那只能說就是 如果本來就有這個計畫 要去的話就歡迎 或者是 讓身邊有要去大港開唱 然後 不認識聽TP的人 好好推廣一下 我們這次真的只能夠做到 推廣了 就是 畢竟 沒辦法 反正就是 大港開唱 本來每一年就很難搶 對吧 所以 沒事我們可以的 讓更多的人看見TP 也是我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 一起讓TP被更多人看見吧 成這樣做中 好啦 希望可以讓更多不認識TP的人看見 謝謝你們 那我們就 拜拜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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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晚安哥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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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熊耳呢 你的熊耳不見了 你的熊耳不見了 拜拜 拜 老年見 老年見 大家要記得看 那個TP才藝班是直播 就是不只是現場的 大家要看一下這個下午時段的直播 兩點 兩點 要注意 要看喔 禮拜 禮拜二對不對 禮拜二 禮拜二喔 原來大港一直都是忙的嗎 一直都是忙鳥 不可能先講 那大家也就不用難 但是他本來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更多人看見我們 來 掰掰 大家不生氣 不難過 讓更多人看見我們也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掰掰